本期话题老祖宗更重视环保生活,在北京的人会发现,最近两年北京的雾霾天少了很多,就算是供暖季来了,冬天到了,空气剂量也没以前那么差了,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 实际就是说,过去为了追求经济效益,重视工业发展,导致很多环境污染问题给我们的健康和生活产生很大影响,现代人都意识到了环保的重要性,经过多年的整治,应该说环境才一点点恢复。 其实环保问题,重古寄金呢,都是个大问题,咱们现在看很多市集里啊,都写古代的美景啊,什么日出江花红杏火,春来江水绿,油来皆连连夜重壁,印日和花别样红等等,说好像自然美景啊,随处可得,说古代到哪儿都是我起景去,可能你会觉得说古代生产力不发达,也没什么工业,没什么化学污染,白色污染那环境当然好了, 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,古诗吉利的美景啊,都是来自古人的大力保护,历史上各朝代环境保护的力度啊,远远超过你的想象,为什么会这样呢? 因为农耕时代都是依靠大自然气氛,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很深,所以它格外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,对于破坏环境行为,更是严整不带清的呢,砍手砍脚重的呢,也就要达命了。 所以今天呢,咱们以史为鉴,看看再没有科技手段的古代啊,历朝历代是如何搞好环保这个大事的,首先一个呢,就是历朝历代的环保法规,还是制定的比较严苛的环保,这个概念呢,不是咱们现代人提出来的,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。 咬顺宇时代呢,顺的时期就设立一个环保部门,这部门叫什么,叫鱼哪个鱼呢? 鱼美人那个鱼听着很文艺,管理这个部门的人的教育馆,专门上山下乡,管理环境问题。 小荡的打井,可得让人用上干净无污染的水,大到巡视。 山砖湖泊,掩打烂砍烂罚的不法分子,都在这个鱼关的恶管辖范围内。 到了大鱼统计时期就更专一些,而,发布了雨禁就大雨既定的禁令,规矩规定叫春三月三年不登附,下三月船则不入网。 意思说春天规定时间内呢,你不能上山乱砍树,因为那时候正是树沃长得最好的时候,夏天的规定的时间段内呢,你不能在河里乱打鱼。 尤其是不能使大网要避开鱼类繁殖的时间,保证小鱼能够长大,要不然第二年你就没有足够的大鱼可抓了。 所以就历朝历代说到这个八个字,恶都是很注意,就是节者而鱼,分灵而链,就你把这个狐狸鱼都打走了,你为了抓这个森林里野生动物,你把林都烧了,这是绝对不行的。 所以你这个呢,到现在为止,我们很多竞测制定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。 你比方说,咱们这个沿海地区用的收鱼竞测就特定时间段了,不准捕捞给鱼类充足的繁殖跟生长时间。 这其实是老祖宗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法律规定,流传到现在的一种体现。 所以这个环保法规和要求啊,不仅是约束大臣和百姓的行为,就连皇上你要犯了这个也不行。 只不过呢,不可能说像惩罚老百姓那么严重。 历史上,也一位这个国王啊,就是违背了渔猎的法规,让大臣给教育。 就是春秋时期,鲁国的国君鲁宣公有一回啊,他没控制出心事来了。 他呢,在夏天规定时间带着网去补鱼去了,你这还了得吗? 立国之军公然违反禁令他身边有一位大大夫教阁,就是革命的阁。 即使出面既旨,还把他渔网给割断了。 说大王,你记不记着这个管仲说过的一句话,较为阴俊,而不能谨守其山林,不可以为天下王。 就是你作为这个王者,你不能保护好你管辖地面的这些环境。 哎,你就不配当这个大王照理说呢? 皇上专于这么见小事啊,被大臣割于网,这脸打得湿巴巴的,这皇上肯定生气,但听了阁说的话呢,鲁宣公啊,反而向大臣道歉了。 这阁就告诉鲁宣公说,大王冬季啊,你可以下个欢去补鱼啊,补鸟兽。 但到了春季鸟兽,鱼类繁殖的时候,你不能这么烂捕捉。 呃,可是你呢,恶在这鱼啊扼杀子怀孕的时候,补鱼不让鱼繁击。 这属于贪得补厌。 哎,宣王听了呢,赶紧那是修会道歉,说我犯了错误。 你究竟我是好事,让我知道这道理了。 最后呢,他让部下呢,把这张鱼文保存起来,提醒自己时刻要遵守规矩。 所以,对于鱼猎的规定呢,并不是以某些朝代特例。 宗大雨那时候开始出现鱼猎的规定,以后呢,各朝代对鱼猎活动有明确规定,而且言道你难以想象。 情侣里边呢,对于破坏禁令的行为呢,根据严重程度,这行把呢,从坐牢啊流放意识底层。 最严重的是砍头,而且这些刑法呢,毕竟是为了保护生存资源,盈利一些,还有情可缘。 可是呢,你想不到的是呢,就连扔垃圾这样的小事,一旦违反规定,都有可能被剁手,甚至是砍头。 你照理说,那个时候没有工业,主要是生活垃圾,掺除垃圾啊,严动物物粪便自然状态下呢,自己能分解。 但就算是这样,各王朝已严格规定,不能乱扔垃圾。 韩非级里边就记载这么一件事,说孔夫子的地址指控啊,恶绝的商场对于乱因垃圾就要被剁手,这个惩罚太重了,而且非常惨人。 他就问孔子,问自己,老师说,您对这项法规的看法照理说孔夫子呢,一贯很仁慈。 可是他特别支持这项刑法,为什么呢?孔夫子说说你把垃圾倒在路上,随便乱倒,就会妨碍别人。 就很容易有人生计,一生计就会引发争斗,进而连累啊家族的人就这会损害整个家族。 所以应该对丢垃圾的人呢,进行重罚重罚,大家肯定不愿意接受,但是呢,不在路上乱倒垃圾呢,他就很容易做到了让人做容易的事,同时又害怕不愿意的事。 这样就能达到一个国家的治理效果。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么严格的规定,每个人都受到无形的威慑,用垃圾的时候,干干自己的手也不敢乱来。 所以记上而下呢,都有这种环保意识,当然话说回来,法律再严格,你执行不下去,也是一级无用空门。 二,所以落地执行是关键,明朝万历年间就发生了那么一起严重破坏环境的行为,但是万历皇帝处理得非常好。 咱们大家知道,这万历皇帝呢,恶从万历十五年开始,旧宅在深宫里不上朝了。 嗨,可以说后世呢,对万历皇帝的评价呀,也不怎么样。 但是,在这个环保问题上,咱们得给他点个赞,什么情况呢? 就是万历年间呢,明朝这时候商品经济很发达,很多人呢,慢慢开始追求设计品有钱了嘛。 所以富人专利就开始流行名贵家具。 这个流行名贵家具呢,深山老林里那些老树啊就照样了,尤其是山西五台山的好木材。 它离北京还近呢,那时候五台山的木材在市场上是定级的。 所以,大部分砍树者出于利益主团到五台山砍树严重到什么程度呢? 明朝时候,那个山西官员那给万历皇帝的咒哲里说,最少的团伙也有千百人规模。 哎,你烂砍烂法,你兜着砍兜法,照理说你低调啊,不这些人特别高调,有些猖狂。 不法分子呢,拿着一些这个炸药和开山设备上去弄数据,而且有专门的这个季节的军队,谁敢来阻止烂砍烂法呀? 他马上就暴打,就等于季节在保安干违法够到五台山。 咱都知道是佛教圣地嘛,五台山上和尚啊,看不下去了。 主团来劝这些人,结果被这些这个偷砍偷罚的人呢,给暴打一顿。 而且就这么连着几年,很多山头绿色不见了,全城都散了。 说完里一看,咒哲写这些内容啊,当场就把兵部大臣给叫来了,他一般没这么力说。 哎,让兵部啊,这帮酒精沙场专业打仗严定计划,然后调动山西当地驻军开始杀广巡逻,卸力伏击川没多久呢? 就连番痛打这些倒铁大波分烂砍烂法的砍伐团队,不是给咒的落荒而倒, 就给活捉了抓这些人咋处理呢? 万力照书当中写得很明白,给我研判领头的一般砍头,下边人连判刑啊,带流放啊都有,所有性质在手呢。 下边人敢打敢抓,击结那些又被这个盗砍团伙欺负的僧女啊,也跟着部队也上山巡逻,因为他们熟悉地形嘛。 所以见着盗贼就打一连,大概有那么三十年,恶把这些盗砍盗拔的团伙打得也不敢来了了。 这保保住五台山的身影,如果那个时候万力皇帝不这么干,咱们今天上五台山,你可能看不到满山,郁郁冲冲。 所以你看懒得出席的万力皇帝在保护环境的时候,如此雷厉风行,你就可想而起。 中国古代皇帝对于环保祭国得有多重视,那么为啥皇帝如此重视环境问题呢? 一个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啊,天人和义人和既然和谐共处啊,皇上是天子嘛,怎么也得受这思想约束。 另一个是来际现实问题,你打仗啊,治国压旧宅啊,你都得有钱,有物济,物济出哪来呢? 都是人从大自然当中说起来的,你不污染是基础,更重要的是保镜机缘的可持续攻击,所以合理利用生物机缘实行可持续发展,策略。 我们今天你总能听到这两句话呀,论是两会的报告,你总有其实这两句话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历国的,根本从来就没有抛弃过它。 你看汉朝那时候,由于长期战争破坏,跟土地荒废呢,机缘和环境呢都被破坏了,所以汉朝很多皇帝都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。 你看汉文帝之后,这文景自治修养生息,其实就是皇上带全国人民一起保护环境。 那时候虽然国家土地呢有很多,但大部分都是皇帝,你常年累月打仗,哪有劳动力种地,所以就导致土地呀,没有种植恶粮食作物。 所以汉文帝一看这么多土地被浪费很心疼,但种粮食呢你却有农业技术,而且一点点普及呢会野蛮。 所以当时呢文帝推广的先种木材,木材呢,它也是战略无极,可以当颜料,还可以盖房子,还可以制造这棺材。 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全国先是先级种树热潮,平民百姓,如果你生前不种树,那对不起,你死后都不能用棺材。 就像我们现在呢义乌献穴,你没有纳症你到医院,你有点是需要输血的时候也费尽说,官员呢带动老百姓种树,也成为你竞技考核的一个标准。 有的官员很聪明,让大伙种香树,仅能绿化呢,还能养残残土度实现呢,做衣服循环利用,既得到木材,又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了。 这伙伙都有事,干了都忙或者净钱了,也就没时间再干违法犯罪事,还坚决维护社会稳定。 所以这是一举多的好办法。 所以这样下去呢,中国封建社会这一朝一代啊,才为后世子孙留下了森林机缘。 那么环保除了国家层面的竞争而恶以外呢,这是强制性措施。 真正体现环保意识深深存在。 古人的意识里面还体现在古人的生活细节上,有很多能够矫将的设计都体现了环保理念,就环保啊。 在我们的老祖宗眼里,不是被动的事,它是个主动的事。 你看咱们知道古代呢,是使用动物的游击或者没有燃烧照明。 那这种燃料燃烧起来呢,一个有灰烬,再有烟雾,非常容易在戏内呢,形成空气污染。 为解决这样问题呢,咱们老祖宗很聪明,汉代就出现了设计精良的环保灯具。 我给你说两个,你就看就非常有意思。 第一个叫长信宫灯,这个灯呢,它是呢从中山进往刘姓的老婆,耳朵碗的木得出土的。 你在中学历史书上啊,就能看到这国宝。 它造型呢,是一个宫女啊,蹬坐到那儿,右手在上,左手在下举着灯。 通底刘金造型很轻巧,出土石之后,项上的金箔油都不落落。 但是两阶年之后,在灯光照射下呢,整个灯体啊,闪闪发光,非常划贵。 说长信宫呢,是怎么来的呢? 这个当时窦太后啊,她住的宫殿叫长信宫,中山进往刘胜呢。 哎,是这个窦太后的孙子,她就把长信宫灯了,恶气给了中山进往夫妇。 哎,说句说,是这么来的,哎,就是恶气本上来源了。 大家认可的是窦太后往下传的呢,基于当时发明的那就不可靠了。 为什么说她环保呢? 你看她这个设计这个小宫女铜像啊,身体是中宫的。 哎,她这空着的右臂跟衣袖啊,就是铜灯的灯罩,可以呢既有开合燃烧,产生的灰尘呢。 可以通过宫女的用壁沉积到宫女体内,不会飘散到诸围的环境。 当中她各个部件还能拆开,还能单独清洗,特别方便环保。 所以长信宫灯呢被誉为叫中华第一灯。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来华访问的时候呢,参观公共展览。 一看到长信功能就非常感慨,说,两千多年减,中国人就懂得环保,这太了不起了。 另一个呢也是汉代的节能环保灯,是西汉的海红猴刘鹤啊,他墓里边出土的燕鱼灯。 哎,一直站立着大燕嘴里边叼着一条鱼,它的灯罩呢,是两片弧形的板,而可以自由地转动开合,能挡风,还能调节亮度灯火呢。 在鱼的下片点烟的时候往上走着,烟雾就通过鱼和烟的搏迹导入到大烟底内,这大烟肚子里放水。 这烟尘就溶解在水里边了,哎,净化空气了,也防止油烟。 对室内空气的污染,这设计的是非常巧妙的。 你看今天呢,咱们介绍几千年来呢,在没有严重环境污染的前提下, 各个朝代从环保法规到可持续发展政策,再到生活细节,都体现了古人对环保的重视。 而几千年前没有环境污染的老祖宗,他环保意识就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。 所以我们今天也面临着这么严峻的环境污染,更应该把老祖宗这种意识发扬光大。 你看老祖宗对环保守住了,我们今天才拥有了如此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。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? 你吃自己的饭吃饱了,你把子孙的锅给炸了,这根本不是本事。 就尽可能给后世子孙可持续发展流氓,这才是今天的责任。 所以环保呢,是我们现代人应该秉承的基本的一个理念。 感谢观看